我其实觉得你们这段感情特别地纯真 就在纯真时代的爱情 你们怎么选择都不为过 出国你就好好出你的国 留下你就好好留下来 都没什么 每个人人生际遇是不一样的 什么自卑不自卑的 生存能力特别强 特别棒 接着顽强地生长下去 还有一点 保持你现在的善良之心 好吗 女生 没有人会拴着你不走 就你真想走 没有人能拴得住你 在我看来只是因为 你心里还爱着这个小男生 要不然你早走了 谁拴得住啊 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特别简单 个人想干嘛就干嘛去 你去做国际义工 如果你还爱着他 你们不能微信视频啊 其实方式更多 自己定吧 好吗 祝你们开心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 古方红堂真情六十秒 其实就是你考研这个事 就是我还是不赞同 还有出国 因为就是我感觉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去追求以后想要的生活 可能暂时的话是满足不了你 但是我相信通过 咱们之间的努力吧 肯定以后能过上 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 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你 去创造什么样的条件 我觉得现在咱们还年轻 完全可以先去外边世界 先去看一看 我没有想到那么长远的问题 你每天都会给我发微信 发一些反对我的话 我真的接受不了 然后其实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那么小就出来打拼 可能就是追求不一样吧 我想挽留你 以后肯定好好对你 我可能就是追求不一样 好 时间到了 回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结局 请开门 有网友提问说 我是一名已婚女人 我们夫妻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还是婆媳之间 产生了金钱上面的冲突 现在呢 我跟我丈夫搬出去住了 但是搬出去的同时 我也发现自己有一个月的身孕 现在怀孕四个月 我们夫妻俩的工资也不高 还在外面租着房子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想您的这个问题的简台词 应该是 我想搬回婆婆家住 该怎么办呢 办法很简单 解铃还需细铃员 所以呢 只要真心跟婆婆去沟通 真心去道个歉 应该就会解决问题了 祝你幸福吧